那可是 我該不會進他房間去把他關起來呢 我進他房間如果他東西掉我是不是就變嫌疑犯了 那當然我就把他關起來了 可是這個時候就有一個界線 那掉什麼東西也是一樣 如果有什麼東西我把它拿去我把它暫時擺到辦公室裡面 可能那時候ok的 如果有貴重東西 可是這個裡面其實都是有一個模糊的界線在 它有一個最高的原則 可是中間你要探討的時候 它都不是那個yes或no這麼簡單的 但是基本上 不是上公民套德課了 但是這個 那Squite Hat是做什麼呢 那 基本上 因為我們data不能夠從外面過來 那 可是我的網頁想要呈現別人的data 那可是在我的這個網頁裡面 我在client端可以run什麼東西 可以runJavaScript 那所以我可不可以把別人的這個 我可不可以在我JavaScript裡面加一些東西 那當然都可以 所以 所以基本上 Squite Hat 他的意思是說 我在我的這個page上面的don tree裡面呢 我加上一個分支 加上一個動態的 加上一個這個tag Squite Tag 那我加上一個tag以後呢 那 那 那這個tag裡面 就可以把JavaScript的程式 所以 這個程式可以做好事 可以做壞事 當然 所以要真正的做壞事 也是用同樣的方法 做好事也是用同樣的方法 我們做match up 那就跟我們說 我在YShark來監聽一樣 對 我可以做好事可以做壞事 技術都一樣 那 那 這個 那做壞事也可能會變成做好事 做好事也可能會變成做壞事 那這個 這個 我們這邊就不去談那些故事 那 那 當我把script拿過來的時候呢 那接下來 那就簡單了 因為 使用者把這個script load到他的這個瀏覽器的時候 那 這個browser就會把這個script 然後 load下來 然後去執行 然後再做你要他做的事情 那 這些要做什麼事情 那在script裡面都可以寫 那 你都可以做 那 那 這個 那這個 能夠這樣做的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 Dome Dome 我們談了很多次了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的網頁的 Conline端都是一個sml 如果修過這個sml課程 修過這個 web基礎的課程大家都知道 Dynamic HTML 我們 我們瀏覽器端都是一個 都是一個sml 大概shml 它都是一個樹 對 那這個樹裡面我都可以插東西進去 對 那這個樹裡面我都可以插東西進去 我都可以 我都可以 放東西進去 那放東西進去 自然 放 可以讓使用者看到的 讓使用者看不到的 或者都是 都是我們 我們這個設計者 和programmer可以做的事情 那 我們下面那個例子呢 是叫Yahoo Pipe的Json Processor 這是很簡單的一個 這個東西 寫在一個網頁就可以做了 但是我們在這個 例子裡面呢 我們是用 把這個部分呢 把單獨變成一個物件 市場上加Squid的物件 然後你可以reuse 就是 在我們這份資料裡面 如果你有印出來的話 大家就可以看 那 然後 變成一個單獨的一個物件 那這個物件做什麼呢 這個物件它 它會request data from Yahoo Server 然後呢 display data as HTML 就是說 它 它會 基本上它的最後 我們在使用者角度上看到 這個 這個物件它會從 嗯 Yahoo Server 事實上是Yahoo Pipe上面 去讀 讀資料 讀什麼資料 讀Json的資料 讀Json的資料 就是Json格式的資料 就是說 譬如說資料有各種形式 有Json 有SML 有各種Feed 有各種Micro Format 各種很多很多格式 在街上 我們這兩個禮拜 談街上是很重要的一個形式 所以 它是 街上形態的那個資料 讀進來以後呢 那最後是呈現在 網頁上面 那 那這個就是 以第三方的資料 呈現在我自己的網 我的網頁 大概是擺在我自己的社會 擺在我自己的某個 或是我擺在 我擺在 我後面有寫 我擺在iGoogle上面 我擺在什麼地方 我的網頁是擺在某個地方 但是我現在 我可以把它 從第三方的資料把它抓進來 呈現在 我的網頁上面 那 那這個中間過程裡面 呃 看起來是很簡單 不過有一個地方 我要現在這裡先提出來 免得同學會 會搞不清楚 這個東西在分戰式系統 在RPC 在很多地方 在比較 你要 如果修過網路程式 可能你就知道 但是修範圈 就叫做 叫做 這個東西 要知道 什麼叫叫做 叫做 就是我必須準備一個 因為我們在這個 在這個例子裡面 是這個樣子 在不同的選項 有不同的叫做 在Java裡面 有不同的叫做 RPC有不同的叫做 那 所謂叫做 我們以這個例子為例 我如果 網頁裡面 我要去讀 Yahoo Pipe裡面的 街上的話 那,就是一階段格讀件的話 那,那RODE的時候,什麼時候是RODE完 RODE完的時候他要跟我講 他一直在傳進來,HV一直在傳進來 我幫自己在傳進來 那RODE完結束的時候,那我這邊我要留一個 function 就是他做完以後呢,我才能夠繼續做下去 因為網路上面,他到底這個東西要傳多久才能夠傳到我自己 我不知道,就是我到那邊Feed,他在資料傳 那什麼時候傳完,那傳完的時候呢 那他就call back回來,這個call back function 然後我就可以這個 所以這個call back function是一個 function 定義在我自己的配置裡面 那當這個,他做RODE結束之後呢 那我這個call back function,我就會被哭叫 然後我就handle return的接上 就繼續做我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在這個JavaScript裡面 我們要設計一個call back function 那這是JavaScript的物件 那這個是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就去看那個例子 好,這個例子是 說怎麼樣來使用這個 我們的Yahoo!派票 如果你有這個,你有帶的話呢 就在第15頁 這是O'Reilly的Shotcut'這個文章裡面的一部分 那在這個前面的十幾頁 當然都是怎麼樣使用Yahoo!派票 不是Yahoo!派票 怎麼樣使用這個Yahoo!派票 這個Yahoo!派票的這個部分 我想我們就太簡單了 我們也都談過了就不談了 那現在我們要怎麼樣 Yahoo!派票做出來的派票已經做好了 我們要用它了,用程式來用它 那接上的這個Data Structure的這個格式 那這些我想我們也不就不去看它了 那我們要看的是 那這邊就是我剛才都有Summary過的 這個 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這個 HTB SMHTBQuest 它能夠 它有這個SAMDOMAIN 或CORTSIDE LIMITATION 這些部分 然後我們用的是StreetTechHack 這個部分都剛剛談過了 所以這個部分都談過了 那我們要就看 我們要用的時候呢 怎麼用它 那這邊有一個 我們要用Yahoo!派票的時候 那用街上的格式 把這個派票的資料給傳出來 那你可以怎麼用 基本上如果你直接在URL上面打一個 等於是我自己用一個URL來做的話 那你可以用這樣子 我們知道Yahoo!派票 派票行成一個程式以後 當然就是一個頁面給你了 那 那你會發覺上面會有什麼 這個Pipe Run 你要Run那個派票的時候呢 它有一個ID 那這個ID的話就是 我們撞那個程式外 大家都知道 Yahoo!你製造了一個MeshUp 就有一個ID在Yahoo! 擺在它那邊就有一個ID了 然後再下來 有Render跟 這邊有 這邊好幾個參數 這邊好幾個參數 來大家找一個ID 一個Render 那Render的話就是說 我的Output Format Render一般來講是什麼 Render就是我們 要把東西呈現出來的時候 我說最常用的就是 3D的物件 在2D的螢幕上面呈現 我們3D的Second Line 裡面都是3D的 然後到了這個 我們所有的這個螢幕 2D的 3D變成2D的這個叫Rendering 那Rendering的這個動作 當然說大部分都是用在遊戲啊 繪圖啊這個部分 那可是我們在這個Map 在這個Yahoo!Pipe裡面呢 那我們這個Render就是指說 我的Output的這個格式 到底是什麼格式 那現在我們是去JSON 所以Render可以JSON的程度 那當然你也可以RSS 這個格式啊 這個格式啊 然後Callback Callback function Callback function 就是說 我們剛剛也介紹了 就是 就是在第一 在我們自己的Page裡面啊 然後 這個Return General Data呢 它Sendback的時候 With the data wrapped in a call to your callback 就是這個街上呢 它通通就會 這個包裝起來 我們就 Specify 被呼叫的時候 我們就做 等一下我們看例子啊 OK 那我們現在就做 就來看這個例子啊 這個例子呢 呃 它有不同的做法啦 好 那我們現在的 呃 是把 我會把這整個架構 跟大家談一下好不好 我們現在是做一個 呃